茫茫人海,两个人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 经历了相知相遇,初恋,热恋,订婚,结婚 每一次都是对爱的见证 但夫妻之间吵架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也会有很多难熬的时刻 下面我举例了几个,看看你经历过吗 1.婚前时期 在这个物质的社会 仿佛每个人都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很多男人都背负了车贷房贷 压得喘不过气 一般这个时候 女方家为了女方有个更好的退路 他们会向男方家要求大量的彩礼 一般男方家庭基本不会给 所以导致每次交谈基本都是谈不成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是真的爱你 或者你是真的爱他 结婚的时候就少要点钱 这样婚后你们也好过点 2.婚后生活 现在的家庭女生基本都是娇生惯养 以至于到结婚的那一步都不会做饭 洗衣服做家务 所以就导致两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衣服没人洗 家务没人做 久而久之肯定会发生不小的矛盾 这个时候两个人都需要改变了 能在一起做事情 也能体会到不少的乐趣 也能增加彼此的感情 这样最好了 3.女生怀孕期 都说女生怀孕十个月是最痛苦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女生会出现呕吐 腹肿 身体变形等等 同时也是心情非常低落 脾气也会随之变大 所以这个时候男生一定要顺着女生 任何合理的要求都要答应 想想他肚子里的孩子 还有分娩时候的痛苦 你就应该会心疼你的女人了吧 4.七年滋养时期 在爱的两个人 相处时间长了 感情终究会渐渐变得平淡 会变成一种习惯 一种感觉 两个人面对的都是工作 教育孩子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沟通交流 就会变得非常少了 所以人们常说 七年滋养熬过去了 基本就能过一辈子 所以到这个年龄 一定要互相理解 共同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 两个人在一起 并且长期以往地走下去 这需要两个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所以祝愿天下所有的夫妻 都能白头偕老